马太福音20章32-33节 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 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他们说主啊 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耶稣就站住 耶稣在群众出勇下 前行的时候 要想站住 似乎也不太容易 在这里耶稣又再一次改变了 人们对什么是弥赛亚 首要的使命普遍的看法 可是耶稣却对别人动了磁心 大卫的子孙在耶路撒冷的途中 停了下来 仅仅是由于这件小事 就可以看得出来 耶稣并不是政治人物 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 他本人即将面临实价的苦难 但这并不妨碍他 要去服侍两个瞎子 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耶稣很具体的问两个瞎子 他可以替他们做什么 两个瞎子的回答也很干脆 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他们说主啊 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他们没有拐弯抹角 语意不详的回答 他们把自己当下最大的需要告诉了主 神喜悦我们真诚的祷告 我们真的不需要在祷告中 还要向主讲道 或者遮遮掩掩 不好意思的把我们的需求 问题向主直白 当我们遭遇遗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像彼得一样 简单的呼喊 主啊 救我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可以像那个罪人祷告一样说 主啊 赦免我这个罪人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也可以像这两个瞎子祷告说 主啊 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